现在已经很少看见本比胖这项传统美食 接下来我们的镜头就要带您到台东市 来看看这位本比胖达人 而这位人称比胖哥的陈汉宗 也是全国首位本比胖街头艺人 时常巡回偏乡地区传承这一项传统文化 这一次他就来到了台东马兰国小 将本比胖的文化与滋味 以及自己的人生励志故事分享给学童们 学生倒数 宝密胖宝的一声令学生们惊呼连连 这是传统美食爆米香 对学生来说 现今已经少有机会见到这项记忆 如今就在眼前呈现 又能现吃新鲜出炉的爆米香 大受学生喜爱 宝的一声没吓到 没有 感觉怎样 很惊讶 很酷 很酷 很脆 很脆然后呢 很香 很脆很香啊 哦 以前有没有吃过爆米花 没有啊 没有 而这一位爆米香达人 米香哥是全国首位爆米香街头艺人 时常巡回偏乡地区传承这项传统文化 这次则来到台东马兰国小 将爆米香的文化与滋味以及自己的人生励志故事分享给学童们 这块土地上面很珍贵的一项记忆很珍贵的一种文化 那只是相关那种单位从来他不认为啊也不重视啊我一个素人我觉得嗯我从事了二十几年我觉得他很珍贵我就是带出来让更多的人看见其实我就觉得那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米香哥把这个传统的一个文化带来介绍给小朋友对小朋友是一个新奇的文化体验 然后第二个米香哥他自己的人生故事给小朋友一个很好的启示 让他在过程中有教小朋友遇到困难要能够面对 就是把他自己的人生故事来跟小朋友分享 一辆爆米香三轮车承载着传统米香文化 米香哥表示自己还会继续环导将爆米香传统记忆 分享传遍在台湾各个角落也让浙江消失的古早味能持续流产下去 这讲解泰东市报道